大家好,我是东哥,今天是2024年1月1日元旦节啊,新年的第一天 嗯,二三年已经过去,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去年呢,总的来说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哎,希望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会越来越好啊 这只狗呢,虽然是客户在去年定下的 但是,既然今天给它发走,也算是新年的第一单啊 开张大吉 一只咖啡色的边木母犬啊 七白三通,耳朵上面呢,有一点点挂白 嗯,总体来说,品相还是很不错啊 现在已经进入尴尬期了,三个月多一点点 嗯,有点瘦啊 嗯,毛量啊,骨架还挺好 很多人对边木的品相还停留在七白三通这个概念上面啊 怎么来说呢 嗯,毕竟七白三通还是符合大部分人的审美啊 嗯,反而是忽略了毛量啊,骨架啊 嗯,体态啊,其他的一些方面 中规中矩吧 大家反正觉得好看就行了 这是一位外国友人在我这边订的啊 嗯,他是通过朋友介绍的 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沟通 还还可以啊 因为有全靠那个翻译软件嘛 嗯,现在微信上面 如果说是外语的话,直接可以翻译过来 他看我,我给他发了这个汉语的话 他也能够直接翻译过来 但是可能有一些沟通的习惯上面啊 还是不一样 所以导致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中啊 会产生一些误会 嗯,还好他有一个朋友 就是介绍他买狗的一个朋友 我也认识啊 嗯,他在中间给我们来翻译,来传话 嗯,索性后来我直接跟他那个朋友联系啊 嗯,所有的事情都是让他朋友来转达 我就不再去跟他沟通了 因为确实有些有些问题 有些有些东西的话 好像我表达的意思他理解不了 他表达的那个意思呢 我也大概能懂 但是总是感觉差强人意啊 客户呢,要求打完三针疫苗给他发货 嗯,疫苗都已经打完了啊 然后平时喂狗的时候 他总是喜欢用爪子去抓啊 就是然后应该是从小就没有剪过指甲 所以那个指甲很接啊 抓到我手上面 一抓就是一道血红的印子啊 所以给他剪一剪 免得到时候再抓到人 疫苗本还有过渡狗粮都给他带上啊 这个疫苗本的话 很多人买狗的时候都忘记了找买家药啊 这个就导致后来你再去接着跟狗做疫苗 或者是搬狗状的时候就比较麻烦 我尽量都是给客户带上啊 另外过渡狗粮的话 这个都是必须要带的 因为你毕竟换了一个新的环境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本身狗呢有应急反应 或者是水堵不服 对吧 他可能适应不了 你再给他换狗粮 肯定不行 至少要带购他吃一个星期的狗粮啊 嗯 也避免换狗粮导致这个狗他就是说生病 嗯 很多卖狗的啊 不给带过渡狗粮 然后狗到新家以后出问题 一说就是客户换狗粮换的 其实健康的狗的话 换狗粮 只要不是特别特别差的狗粮 基本也没什么问题啊 只是找一个借口 说你换狗粮了 你不用我的狗粮 但是你又不给客户带 这个过渡狗粮 对不对 嗯 客户找你想要点狗粮呢 你就就找客户收钱 卖狗粮的钱 真的是没必要啊 带点狗粮也值不了几个钱 嗯 发走之前呢 查了一下大连那边的天气啊 基本上跟我这边差不多 嗯 反正零度左右啊 嗯 白天能达到零上四五度 嗯 气温也不是很低啊 嗯 外面包了一层这个保鲜膜 给它做个防寒保暖 基本上就行了 而且是火车啊 也不是特别的冷 嗯 好了 狗已经发走了啊 嗯 先约了个水风车 给它送到火车站 然后从虚州 坐火车到大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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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